看 那就是我的作息1910 这里是哪里 先看我吧大家好我是北美老司机 今天这期视频呢我那个比较特殊啊 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你想大家说我天天给大家吃饺子 大家看一遍的看两遍看三遍估计也烦了你让我天天吃饺子我也挺烦 对吧不管你吃的再想你天天吃一样东西总觉得会腻的时候 同样你看我的视频会不会觉得腻啊我天天走一样的路 你们看着也烦 所以说呢 干我的事 看我的视频 为什么你们喜欢第1个哥们有激情第2个哥们永远走的不是一条路 好 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是怎么样 过海关出海关然后中间有夹杂了多少复杂的事情啊 好我们的视频继续啊车那是人来人往我们属于的站在这个路 所以说呢我 过马路很危险的 你们要带一只 命大的蛆蛆 才能过马路 好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说这么回事 当我们车拉着货物呢到达加拿大海关的时候呢 我们这次货物比较特殊 我们下要去美国清关再去入美国关 那具体说白脸的就说我们这次的清关的东西呢不是说 不是让broker帮我们清关 属于我们某种情况下叫做 我们代理这个 直接的 直接的客户的直接帮他清关清关的是什么东西呢是 连口 再具体点说就是摩托赛个就摩托车 但是呢 因为我们确实的一个 文件他必须要用original的 Original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原件 复印件是不行的 结果这个原件呢 今天又是星期五说这个原件的没发现在提供给我们了 而且美国海关的 如果说你是要关于这个你是要清关清这些那个 机动车辆的呢他只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三点半工作其他时间还恕不奉陪 包括 周末 和节假日都不工作的都 都 不管这些 就是不管这些那个机动车辆的这个清关的 说现在我们把这停的这边了就说照成了我们的 我们今天还是先对了重要信息今天还是星期五啊 所以说 接下来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说你也是个卡车司机到这里了官媒清可就不能在这过夜 可是我没有把我没有回家睡觉呀怎么办 看我的我们先把这吹轮了找个好地方藏起来 这个路线那会比较奇特啊希望大家谦虚一点和刚哥学习 但是你在这条路的绝对是在Google导航上也能找 这就是0813的关口了 我们转过这个弯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加拿大的海关就在那等着我们了 但是现在我们能不能过海关为啥呢 一过海关呢 我们就拉裤子扯悉尼啦 到时候一旦发现的东西的时候呢 罚我们很多很多的钱啊 大家看到这里了没有 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要小心了我们要先把车移到左线上 因为我们在走就要进加拿大海关了所以说看这条小路了没有 白车出来的地方没有 我们转右 从这边过去 这时候要拐大弯啊拐的弯子不够大那就 看到这条小路了没有兄弟们 像这种情况下你该上个马路牙子上个马路牙子啊 嘿嘿 兄弟们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了一半 什么叫做成功了一半了 马上我们现在呢就说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了 但是跟着我的走 这叫B-street啊 B-street是不行的 我们要走第1street才能回到我们的5号公路啊 这时候我们就一路向南 继续往美国开了 可是我们这个货是去加拿大的 这时候呢因为什么赶到长周末所以说我们决定了 我们把吹车呢 放在我们公司就放在我们边标类公司的美国的公司 把吹车一照破开着空车头 回家 好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演示怎么样 安全的照吹车 清车了熟路了 我们从海关出来了 但是现在我们还要回加拿大我们只是把吹车 放在美国 今天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演 作为一个蒸蒸正儿八经的啊 卡车司机 像这种吹车如果找破坏话的正规程序OK 跟着我的视频走起来 第1个啊 吹车后面 把吹车这个 发的气放掉 看到了 这时候呢跟着视频走 看看 你就会看到 后面这个 来这边 他这个小心啊 他会慢慢慢慢往下降 看到了吧 你看叫的过程中轮胎是往前走的看到没有 他跟着我来 这个吹轮报 我通常的不会关掉为什么 有人来的时候呢他又知道 这个东西呢我怎么样 那现在等待什么 现在已经完全憋气了 给大家来个特写 看看这没就是轻轻的抚摸一下啊 没有任何的压痕 就OK了 第2步就是把我们的烂丁地儿摇下来 摇烂丁地儿也很简单啊 就是这样通常情况下一个正常的烂丁地儿要摇下来 还差不多要有50圈 如果说你是空吹了 像这种地可以 如果说你的你的吹了像旁边的看上没有 如果说他装了货了蛮载 如果说你要把拉丁地儿放下来的话 下面一定要垫 就是垫点木板也好垫点什么东西要垫一个垫子让他增加这个 这个地方的受力面积这样的不会塌陷进去 如果说你的 地 是水泥地 那就不需要 大家听到声音了吗 因为是空吹了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气的声音 所以说这个airbag出来了 好 我们就把这个 一旦有了气的声音了就可以了 是第2步 第3步干嘛 把他们放回原处像我这里永远都这样挂着 这就是第3步了兄弟们 第4步啊 就是把这个拉出来 哎今天我的手够长 把这个看到了吧 你会听到咖啵一声 这就是第4步 最后一步呢 就是上车往前开 上车往前开也有技巧 来 跟着我一起 打个活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3个接下来我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步啊看清楚了兄弟们 第1个先把这个黄色按钮按下去 按下去的同时脚底踩刹车 然后轻轻的踩离合挂上我们的露道 把这个地方看到没只脚 把他赶成Lower 露的过程中的我们就往前开 给大家看看我们后面的关乎 刚开出来一点点的时候那好这时候干嘛 停车 这时候再把黄色按钮拔起来 然后呢我们再下去看 确保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看到了吧 全部OK 这时候 我们车就可以可以开走了 但上车开始后啊你要一定要看清楚这一步 一定要把这个 关回到原位 知道了吧这样的Airbag就会升起来 然后我们就会 往前开 这时候有些小伙伴如果没开过卡车的知道Airbag在哪里呢 现在呢 我下去 把这Airbag给大家放一下升一下让大家看一下 好兄弟听我指挥 我们先把火吸了啊 我跟你说放Airbag你就放 升你就升 AirbagAirbag就是这个看到了 这两个就是Airbag 放弃 看到了吗 整个这个Airbag下来整个这个frame再往下降看到了吗 就降下来降下来的时候 降的一瞬间你往前开呢 从这个地方的往前开呢 就会很容易 大家学会了吗 学会了给我点赞吗 接下来呢 我们把吹车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给吹车加各种各样的保险措施 如果大家想继续看呢 我们就 继续拍 现在呢 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试过 这就是原的套筒把它套上去 然后呢这里插进去钥匙之后呢 我看是哪个要啥这个钥匙插进去之后呢一拧看到没 这个东西出来了然后的卡住上面掉不下来 所以别的卡车想往上插呢 插不进去的 只有钢戈的卡车能插进去但插之前我一定先用 锁把我这个 解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塑料纸吗 我这个塑料纸的干什么用呢就是为了保护这个要不然那么太油了兄弟们 你随便找个套 网上你看网上这样一套一推 看到了吗 这样就可以了这时候把钥匙拧过去 哎呀完了 往上一点 上一点 可以了 这个下来之后你开始下不来了这就叫做听拼落 说好他之后呢 我们把钥匙藏在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每个人的藏地方不一样今天呢 怎么说呢 刚刚开心 刚刚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的钥匙藏哪里 大家喜欢干然后跟着我的事情走起来啊 通常情况下这吹了呢我不是说了你要把钥匙藏的什么地方 我那会藏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又是比较坏的地方 为什么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把 那个是不是照 照的时候这里是不是有个这个 我们就把他挂在这个地方 我们为什么要把钥匙挂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把这个壳子合上 合上之后呢如果说那个人来了 他要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同时他就说 airbag没放 所以说要把airbag升起来 也就给别人减少了没有生airbag 把车轮胎 搞坏的 一个怎么着 叫做英文叫private 中文叫做避免发生 我的这一举一动就避免了别人犯错误 大家学会了吗 好了我是北北老司机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罗里罗嗦给大家讲了一大堆东西 我蹲在卡车下面跟大家说 拜拜